臺北市宣布 國小學童也會在五月五號到二十號 可以接種疫苗 北市府表示說已經協助 全市一百六十五所的學校 跟醫院媒合 學童接種之後 可以申請三到五天的疫苗假 至於臺北市的國高中 下週可以恢復實體課程 但是市府的態度 還是鼓勵遠距的教學演練 三加四 心智上路 早上八點半一開門 外頭已經排了長長人籠 等著領快篩 有民眾拿錯別人的健保卡 還有買不到快篩的民眾 乾脆加入排隊行列 甚至有人到現在 都沒收到隔離通知單 無法向公司請假 也無法請領保險 特別市議會外頭 停了許多篩檢車 常常人籠等待PCR採檢 由於市議會已有多位議員 助理確診 市府派出篩檢車到市議會 幫議員 助理 行政人員 記者等六百多人篩檢 針對臺北市二十八號新增 兩千四百二十四例本土確診 市長柯文哲不諱言 篩檢佔陽性率達到百分之十一點七 北北基桃是重災區 臺灣是一日生活圈 特別是高鐵存在以後 更是一日生活圈 所以我預計 在北北基桃這種首都生活圈的疫情 慢慢會向中南部擴散 針對國小學童將開放接種疫苗 北市各校初步調查 約百分之四十六點七的家長 有意願讓孩童接種 最終仍要以家長同意書為主 預計從五月五號到二十號打疫苗 全市一百六十五所學校 已和醫院每合完畢 學童在接種後 可申請三到五天的疫苗假 至於北市學校的校衛教學 閉旅 格蘇露營 仍暫到五月十五號 而北市國高中下週可恢復實體課程 但市府的態度仍鼓勵遠距教學演練 此外 柯文哲表示 開災節仍原則舉辦 大型活動雖然配合中央 取消總量管制 食聯制等 但仍會強化訪疫措施 禁設飲食區 全程佩戴口罩 記者黃子傑 陳柏玉 郭俊麟臺北報導